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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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否则自然界的规律中将没有守正性 还记得之前讲的语秤不守恒吧 如果没有守正性 意味着如果相互作用下语秤将是守恒的 所以超引力理论直接就被判了死清 但是这个超引力理论除了这个守正性问题外 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很好 尤其是在量子色动力学方面 所以说确实很可惜 要不然大同意理论很可能就是它了 这么好的理论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按照超对称理论的思想 空间维度的上限应该是十维 现在的超弦理论空间维度是九维 具体怎么来的高维空间呢 其实已经说过 那剩下的这一个维度跑哪去了呢 于是维腾结合前人的一些想法 求解十维空间中的超引力方程后 发现他的解对应的不是一维的弦 而是二维的膜 不同的膜存在于不同的九维空间中 也就是说 这边一个九维空间 这边又一个九维空间 合起来看整体就是一个十维空间 但是因为它们各自都是九维空间 所以在各自的空间中不违反手中性 至此维腾带着他的M理论 引爆了第二次超弦革命 最后关于M理论的M到底指的是个啥 这个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过根据维腾本人表示 M的意思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去理解 Master Mother 还有Membrane 都可以 up to you 好了 我是Limo 先说弦论 下期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